第1041章 固有相见 熟悉的轻笑声 令得柳琴身体因此僵硬而下 片刻后 终于是猛地回过神来 一脸难以置信地望着面前那微笑的陌生青年 你 你是萧妍 柳琴这话一落 其身后的柳飞郊区也是猛的一阵 萧妍 这个名字在她心中 同样是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这个当年内院真正的天才 连她引以为傲的表哥柳琴 都是感知不上 美目偷偷地打量了一下面前的青年 玄机顿在那张有些陌生的脸庞上 微微一正 玄机心细的她便是发现了一点端倪 玉手在袖中微微搅动 目光有些躲闪 当年她与萧妍有着一点小恩怨 从而也导致萧妍与柳琴交手 但最后的结果 却是彻底地令得她心中的倚仗倒塌而去 直到现在 柳飞都是难以忘记 当年在那竞技场中 那倒傲然而立的薛兽身影 那时候的萧妍 上海只是一个刚刚到达内院不久的少年 然而她的成就 却是足以让整个内院未知侧目 真的 是她吗 柳飞被齿轻咬着红唇 自古美人爱英雄 萧妍让得她明白 这个世界上 比她心目中 那近乎无敌的表格强悍的人 还有很多 而这 也令得她日后逐渐地收敛了刁蛮 懂得了温婉待人 面貌有些差距 不过这声音应该没错 萧妍笑着瘫了瘫手 目光在柳琴身上扫了扫 不有些亚然道 七星斗黄 很不错嘛 比林燕都要强上不少啊 在柳琴的语调 柳琴也终于确定了面前之人的身份 当下眼中涌上一抹激动之色 眼睛同样在萧妍一扫 玄机脸庞上的表情微微一致 苦笑道 你现在 怕是已经突破到斗宗了吧 先前萧妍踏空而来的那一幕 可是被她看得清清楚楚 柳琴的话 也是令得其身后众人 脸色皆是有些变换 目光奇异地在萧妍身上扫过 如此年轻的斗宗强者 可是相当之少见 好运罢了 萧妍微微一笑 也并未否认 哎 还是追不上你 不愧是那院天赋最为优秀的人啊 不得不服 柳琴叹息了一声 当年在她半只脚踏入斗王时 萧妍上还只是一名斗灵 然而如今 短短几年时间 却是已经达到了 足以让她仰望的地步 这般极端变化 可当真实令人有些难以接受 萧妍笑了笑 目光在柳琴身后的柳妃脸颊上扫过 对着她微笑着点了点头 而在她这微笑下 后者脸颊却是泛起一抹桃红 美眸躲闪地转移而开 当初离开 也不等等我 还以为你们出了什么事 萧妍目光转回柳琴 笑道 林燕他们说你大仇得报 再留在那里 也没多少用了 于是便是结伴离开了加玛帝国 对了 你来这里干什么 柳琴笑道 脸庞上的铁青之色 倒是消散了许多 能够在这里突然遇见萧妍 显然她心中也是极为的愉悦 我需要去丹玉 天皇城有着直达丹玉的空间虫洞 顺路过来看看 你这家伙 萧妍微笑道 目光不着痕迹地 扫了一眼不远处的成家等人 文言 柳琴点了点头 玄机豪迈地笑道 等今日过去 空间虫洞便是会重新开启 到时候 我帮你打点一下 这点小事交给我便好 空间虫洞已经该轮到成家掌管了 他们素来看我们柳家不顺眼 表哥你 若是出面的话 他们反而会诸多刁难 柳琴身后 柳妃突然嘀咕道 柳琴脸色一沉 柳妃顿时不再吭声 怎么回事 需要帮忙吗 萧妍似是未曾看见柳琴的脸色 目光转向柳妃 笑道 没事 一些小麻烦而已 走吧 先回去 既然你来了天皇城 说什么 也是要好好招待你一番 柳琴摆了摆手 就遇上前揽住萧妍肩膀 笑道 当初你跟我去加码帝国时 我可未曾说过这种话 萧妍直视着柳琴 却是轻笑道 柳琴手臂将在半空 目光与萧妍对视了一眼 只能苦笑了一声 叹道 这里可不是加码帝国 光是一个成家的实力 便是比云兰宗更强 你若是出手的话 恐怕会隔绝自己 引来一些麻烦 嘿嘿 柳琴 你也太小看萧妍了 她可刚刚从风雷阁中杀出来 连风雷北阁的阁主废天 都奈何不了她 一个小小的成家 又算得什么 一旁的灵验 撇了撇嘴 道 文言 柳琴以及其身后的两名长老 从风雷阁中杀出来 别听这小子瞎说 只是刚从雷山下来而已 与风雷阁有些恩怨 不过已经解决掉了 萧妍摆了摆手 笑道 语气虽然显得清风云淡 但其中那番惊险 即便是柳琴等人 也是能够隐隐有所感觉 柳飞美目中 有着许些异彩闪烁 目光缓缓地在萧妍身上扫过 柳琴在略作惊叹之后 略微挣扎了一番 终于是叹道 还不是因为这空间 冲动惹出的麻烦 原本今年是该轮到我柳家掌控 但焚炎谷却是因为 需要寻找高阶炼药师 将这东西当作筹码放了出去 那程家不知道 再拿找了一位六品炼药师出来 我柳家等级最高的炼药师 也不过方才五品 焚炎谷寻找高阶炼药师干什么 以他们的实力 不可能会没有炼药师吧 萧妍略感诧异地道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不过据说是焚炎谷谷主 需要炼制一味丹药 需要一些高阶炼药师从旁协助 柳青摇了摇头 道 萧妍微微点了点头 目光突然投向不远处 那位一脸傲气的紫袍老者 道 这样说来 只要你们拿出一名品阶 比那老头还高的炼药师 那么这空间重动 便依旧还归柳家掌管 柳青点点头 望着萧妍 心中不由地生起许些稀迹 她知道 萧妍也是一名炼药师 而且 当年在内院时 便是能够炼制出五品丹药 如今这些年 以后者的天赋 不可能是毫无进展 按其猜测 如今的萧妍 她至少应该 也是一名六品炼药师 虽不敢说 能够超过那位紫袍老者 但多半 也不会比她弱多少 见状 萧妍一笑 缓步而出 然后对着那名红袍老者 拱了拱手 微笑道 这位前辈 柳家可还未曾认输 所以这交接还请稍等 萧妍在一出现时 赤火长老便是发现了她 对于前者能够在这般年龄 便是达到陡踪层次 她同样是略感亚然 这般成就 即便是焚炎谷中 同辈人中 也是少有人能够达到 若是未曾认输 便将炼药师请出来吧 若是柳家 能找出比曾修大师 更强的炼药师 那么这空间重动的掌管权 依旧归柳家所用 或许是因为萧妍如今的实力 赤火长老语气 倒是松缓了许多 道 文言 萧妍微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目光转向那名子袍老者 拱手笑道 既然如此 那便让小子 与这位曾修大师比试一下 可好 你便是柳家 请来的炼药师 听得萧妍此话 赤火长老也是一愣 老辣的目光 缓缓地在萧妍身上扫过 不由得有种难以置信的感觉 萧妍能够以这般年龄 达到陡宗层次 已经令得她极为震撼 若说她还有着一个炼药师身份的话 那未免可太可怕一点吧 斗气修炼与炼药术 皆是两条博大精深的道路 要在其中一条中脱颖而出 便是疏为不易 想要在两条路上 都是取得不俗成就 能够成功之人 可是少之又少 萧妍这番话 也同样是引起广场周围围观的人群一阵骚动 不过更多的人 都是对萧妍的话嗤之以鼻 一个如此年轻的青年 虽说其似乎实力很强 但这并不代表着 他有资格像曾修这等炼药大师挑战 而身为当事人之一的曾修 也是愣了愣 玄机干枯的脸庞上略过一抹冷笑 望着萧妍 老 或许比斗气老夫还真不如你 但这炼药术说句不中听的话 你还不够资格 对于曾修这番冷笑话语 萧妍却是未曾理会 目光转向赤火长老 笑道 不知道这要如何鄙视 难道当众炼丹 不用如此麻烦 老夫没这么多时间与你瞎好 曾修接过话头 冷笑一声 道 既然你也是炼药师 那么应该也知道 灵魂力量对于炼药师的重要性 既然如此 那便比灵魂力量 念在你是晚辈 老夫便让你先出手 只要你能使用灵魂力量将我击退 那么便算你上 不怪曾修如此狂妄 炼药师与寻常斗者最大的差距 便是灵魂力量 一名六品炼药师的灵魂力量 足以和一名斗宗强者相媲美 听得曾修此话 萧妍先是一愣 玄机脸色迅速变得古怪了起来 比灵魂力量 曾修话语落下 袖袍一挥 副手而立 目光淡淡地望着萧妍 一代大师风范 看起来倒是做得十足 出手吧 萧妍微张了张嘴 玄机化为一声轻叹 在那无数道目光注视下 缓缓抬起手掌 然后隔空对着那曾修 轻轻扇了过去 一手挥下 磅礴浩瀚的灵魂力量 顿时犹如风暴一般 席卷天际 这一刹 那一只脸色平淡的赤火长老 脸色终于是豁然大变 而那曾修 淡然的脸色 更是瞬间煞白 第1042章 一招 磅礴的灵魂力量 犹如无穷涛浪般 席卷天际 旋即带起一股异常可怕的威压 宛如闪电般地对着 那紫袍老者暴掠而去 沿途所过处 空间震荡 一丝丝漆黑裂缝 悄然蔓延 虽说灵魂力量 乃是无形无色 但稍有实力者 便是能够感觉到 那种弥漫天际的恐怖威压 这种威压来源灵魂深处 令得人几乎有种战术般的感觉 这一刻 场外的众多窃窃私语 嘎然而止 一些对硝烟先前举动 在进入斗宗之后 若是论起炼药师等级的话 恐怕还真是能够达到七品等级 而且再加上 他灵魂力量本就极为出色 想必 即便是与一些真正的七品 炼药大师相比 都是不遑多让 这等恐怖的灵魂力量 一经施展 那威力自然是异常可怕 别说这层修 只是一名六品炼药师 即便他达到了七品等级 与硝烟站起来 鹿死水手 都是未知之数 赤火长老目瞪口呆地望着 那席卷天际的磅礴力量 片刻后 深吸了一口气 目露震惊地转向不远处的硝烟 一道嘶哑的声音 带着许些难以置信 缓缓从喉咙中传出 七品炼药师 灵魂力量 几乎是炼药师杖已生存的根本 因为只有了雄魂的灵魂力量 炼药师方才能够操控火候 将丹药成功炼制而出 所以 灵魂力量的强横程度 也与其炼药术相挂钩 在中周上 很多人辨别两名炼药师之间的差距 皆是从这灵魂力量上来区分 而这也是为何赤火长老 在察觉到硝烟这股灵魂力量时 能够一口道破其炼药师等级 当然 在此刻的赤火长老心中 无疑是翻起了惊涛骇浪 他无论如何都是想不到 硝烟居然不仅 真的是一名斗宗 而且还这炼药术上 还有着如此之深的造诣 七品 七品炼药师 这般身份 即便是 放在这忠欲中 也是极具分量 要知道 这等级别的炼药师 即便是在那丹塔之内 虽不敢说是巅峰地步 但也绝对是处于顶尖的存在 而且最令的赤火长老惊骇的是 硝烟的年龄 一个如此年纪的七品炼药师 即便是以他的阅历 也是生平首次所见 这等在斗气与炼丹上的天赋 简直堪称劲腰了 曾修那老家伙 这次怕是真的要倒霉了 居然还敢如此拖大 心中为那曾修轻叹了一声 赤火长老脸旁上 也是不由地露出一抹幸灾乐祸的笑意 对于前者的傲气 他同样是略有些看不惯 但碍于对方的身份 也只能对其略微客气 在赤火长老为那曾修探西时 后者心中的悔意 更是比他还要浓郁十倍不止 当然 不管是谁面对着那扑天盖地而来的 磅礴灵魂力量时 都不会表现得太过平静 曾修的脸庞 此刻几乎尽数砂白 目光也是隐隐透着 一分呆滞与恐惧 身为炼药师 他对灵魂力量的感应 也是更为敏感 那迎面而来的磅礴之力 让得他 有种面对浩瀚大海般的感觉 这种感觉 他只在丹塔的一些长老身上感觉到过 而那些长老 无一例外地 皆是在中周拥有着莫大名声 然而 这一次给予他这般感觉的 却并非是丹塔的那些长老 而是一名看上去 不过二十几岁的青年 七品炼药师 怎么可能 身体微微地颤抖着 片刻后 曾修掩中猛地 涌出一股疯狂的狠色 他绝对不相信 这看上去跟一个矛头小子 没多大的差距的后背 居然能够达到七品 这等令他都是唯有仰望的层次 狠色涌现 曾修 也是迅速退后几步 到了这种时候 他也不再管先前所放出的大话 一声嘀吼 一股雄魂的灵魂力量 也是自其体内抱涌而出 旋即飞快地在面前 凝聚成一片无形的灵魂障壁 小子 修要在老夫面前 装神弄鬼 灵魂障壁凝聚而成 曾修 也是目光死死地盯着硝烟 冷喝道 对于他的喝声 硝烟抬了抬眼 嘴角泛起一抹嘲弄 一名六品炼药师而已 也当在他面前 卖弄灵魂力量 当真是有些自讨苦吃的意思 屈指轻弹 硝烟轻声道 去 一字落下 那席卷天际的磅礴灵魂力量 瞬间凝聚 旋即在无数道惊骇目光中 居然闪电般的凝聚成一柄 宛如实质般的灵魂铁锤 然后狠狠落下 重重地砸在那片厚实的灵魂障壁之上 砰 两者轰然相撞 一股惊人的波动 顿时弥漫惹出 旋即如水波般的蔓延整个广场 一时间 广场都是出现了细微的颤抖 一道道裂缝 不断地蔓延而出 咔嚓 灵魂重锤 与灵魂障壁接触之点 一波波的无形涟漪急速扩散 而那曾修 也是脸色障子 拼命地将灵魂力量调动而出 然后注入那灵魂障壁之中 破 萧延伸出手掌 摇摇指向曾修 旋即只见一点虚空 轻声冷笑 自音刚刚脱口 灵魂重锤之上 能量陡然暴涨 旋即咔嚓之声 顿时响起 一道道裂缝 在曾修以及那满场惊骇目光中 迅速地蔓延那无形障壁 砰 裂缝蔓延间 本就摇摇欲坠的灵魂障壁 终于是再也抵御不住 灵魂障壁暴涅 不吃 灵魂障壁暴裂 与之有所连接的曾修 脸色瞬间一白 旋即一口鲜血喷尸而出 而其身体 也是如遭重击般倒飞而出 重重落地 在地面上 查出一道将近百米的痕迹后 方才缓缓蹲下 满场寂静 无数道目光呆滞地望着那倒在地上 不知死活的曾修 一时间 居然是无人开口 一回合 仅仅一回合 一名六品炼药师 便是落败 而是还是败得相当凄惨 而造成这一切的人 却不过是一个 看上去二十几岁左右的青年而已 寂静 持续了片刻 终于是被一些抽冷气的声音打破 一道道目光 带着许些火热的转向场中 那连脚步都未曾前踏一步的青年 到了这种时候 任谁都能猜到 此人的炼药师等级 恐怕比那曾修还要高 曾修是六品炼药师 而既然硝烟比他还要高 那么答案呼之欲出 七品 唯有这等级别的炼药师 方才能够在灵魂力量的比拼下 将一名六品炼药师 收拾得这般凄惨 这人 居然是一名七品炼药师 无数人喉咙滚动着 眼中的神色近乎呆滞 七品炼药师 这可不是一般的重量级别 这种等级的炼药师 即便是放进焚炎谷 甚至单塔之内 都是绝对的顶尖存在 成耀等一干成家之人 目瞪口呆地望着那躺在远处 不知死活地增修 半晌后 方才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 七品炼药师 想到这里 他们便是忍不住地打了一个寒战 这种存在的人 要灭他们成家 也算不得什么困难之事 只要他开口一声 将会有着很多超级强者 乐意为其出手 七品炼药师的号召力 无人敢质疑 这柳家 何时结识了这等级别的炼药师 为何一点丰盛 都是未曾收到过 成耀脸旁阴晴不定 心中念头飞转 七品炼药师 已经不是他们这种家族 能够请动的大人物 他怎么都想不通 为何柳家 能够将之请来 在成耀等人对面不远处 柳琴 柳飞一行人 也同样是微张着嘴 望着远处地面上的增修 对于他居然在硝烟手中 连一回合都是支撑不下来 柳琴他们 简直就是感觉 有种荒谬的感觉 那可是六品炼药师啊 七品炼药师 柳琴身后的那两名白发老者 此刻也是缓缓地吸了一口气 语气之中 有着压抑不住的惊喜之意 是你朋友 听得两人话语中的 那份难以置信 柳琴心头也是 忍不住地浮现一抹得意 这两个老家伙 虽说是族中长老 但一直以来 对他当选族长 都是有着一些成见 今日 正算是 借着硝烟的面 错了错他们的锐气 心中得意 柳琴面上却是不动分毫 淡淡地道 若不是我朋友 难道两位长老 以为别人会出手 闻言 两名长老也是尴尬地笑了笑 却并未回嘴 若柳琴 真是有着一名 七品炼药师的朋友 那对于柳家来说 无疑将会是一件天大喜事 这位前辈 不知道这场比试 可有结果了 硝烟袖袍一挥 那弥漫天际的 磅礴灵魂力量 瞬间消散 他望向赤火长老 微笑道 听得硝烟的话语 赤火长老连忙 将目光从远处 那不知死活的 曾修身上收回 苍老的脸庞上 浮现一抹难得的笑容 点了点头 小有实力超凡 胜者自然属你 天皇城空间重动 未来三年的掌管权 将会归柳家所有 第1043章 前往焚烟谷 听得赤火长老此话 那承耀脸色 也是变得相当难看 但碍于对方的身份 却是不再有丝毫不满 只能紧握着拳头 恨恨地看了柳琴一眼 眼中充斥着怒火 虽说这承耀也知道 这一次是因为硝烟的出现 方才扭转了这一次的局面 但对于一名七品炼药师 以他的实力 实在是很难提起一些仇恨之心 因为他非常清楚地知道 一名七品炼药师与偶拥有的能量 是何等的庞大 与脸色难看的承耀相比 柳琴脸庞上倒是被一股喜色所覆盖 冲着赤火长老一抱拳 笑道 多谢赤火长老了 赤火长老笑着摆了摆手 目光却是静直地 望着一旁的萧炎 快步上前 对着后者极为客气地抱拳笑道 哼 还不知道小友名讳 严萧 萧炎微微一笑 也是冲着赤火长老拱了拱手 严萧小友如此年纪便是有这般成就 当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不知萧炎老师是何方高人 赤火长老笑道 即便萧炎天赋再高 若是没有领路人的话 恐怕也是 难以在如此年纪达到这种地步 山野隐士而已 并不算什么高人 萧炎笑了笑 不着痕迹地将这个话题推了开去 见到萧炎并不想在这上面多说 赤火长老也连忙住了嘴 虽说他是焚炎谷的长老 并且本身也是一名斗宗强者 但对一名七品炼药师 他依然是得保持客气 哼 柳晴 日后三年 天皇城的空间重动 便交给你柳家了 只要每年按时将供奉 送到焚炎谷便可 赤火长老目光转向柳晴 颇为和善地笑道 空间重动是一笔极为不菲的收入 而柳家能够取得其管理权 但所获得的收入 也必须按照分成缴纳一部分给焚炎谷 这是历年来的规矩 柳晴笑着点了点头 他自然也是知道 赤火长老之所以对他这般客气 是因为萧炎的缘故 如今空间重动的归属 也是有了结果 哼 颜消小友 不知可否有时间 与老夫去焚炎谷一趟 赤火长老搓了搓手 对着萧炎笑道 他的任务是寻找高阶炼药师 如今萧炎把曾修打得半死 若是结果不跟他去焚炎谷的话 那他可就有些悲剧了 闻言 萧炎略微沉吟 对于焚炎谷 他同样是有着不小的兴趣 当然 这兴趣自然是来自于天火三玄变 以及那所谓的九龙雷刚火 虽说后者他已经大致死心 但若是能够见一见的话 也是能对其他的一伙多了解一些 不知道焚炎谷寻找高阶炼药师 究竟所为何事 晨音片刻 萧炎终于是问道 哼哼 我家谷主大人 想要炼制一味等级不低的丹药 需要一些高阶炼药师的配合 严消小友请放心 此事并不难 若是成功后 焚炎谷定然还有重险 赤火长老连忙道 炼制丹药 萧炎眼睛一眯 焚炎谷的谷主 实力必然不会比封尊者弱 连他都是需要的丹药 恐怕品阶至少也是在七品左右 这种等级的丹药 可不好炼制啊 焚炎谷的谷主 也是炼药师 突然间似是想到什么 萧炎突然有些诧异地问道 炼丹大多都是依靠本身实力 外人相助 怎能有什么效果 闻言 赤火长老反而是压抑地看了萧炎一眼 焚炎谷的谷主 并不是炼药师 但他却对炼药师级感兴趣 奈何条件不全 无法成为炼药师 不过他 也是精彩绝艳之辈 凭借着本身对火焰的操控能力 居然也是能够操控一伙 炼制一些丹药 不过品阶却是并不高 若是炼制高阶丹药的话 则是需要其他的炼药师 从旁协助 一旁的柳琴 凑近萧炎 低声解释道 听得这话 萧炎也是忍不住的一愣 旋即嘖嘖地扎了扎嘴 不是炼药师 居然也能炼制丹药 这焚炎谷的谷主 果然非同凡响 这等歧视 还是萧炎这些年首次听见 不过萧炎心中也明白 这必然是依靠异火 以及对火焰操控力的结果 但没有真正炼药师那种 洞彻丹药内部一切的 精妙灵魂之力 炼制而出的丹药 总是会有着一些细小的瑕疵 想必那焚炎谷主凭借的异火 应该便是九龙雷刚火 如今巨丹会举办 还有着一段时间 或许可以 趁这次去焚炎谷 将天火三玄便剩余的两边弄到手 萧炎在心中难难道 天火三玄便对其颇为重要 若是能够 将这套秘法凑得完整的话 其战斗力必然将会直线上升 说不定 即便是御剑废天娜等强者 也是能够与其正面向战 丹玉之内 强者如云 丹会之上 更是如此 所以 萧炎必须尽可能地提升自己的实力 既然出了手 在下自然不会推脱 心中打定了主意 萧炎也是微微一笑 冲着赤火长老道 闻言 赤火长老顿时松了一口气 苍老脸庞上笑容也是多了起来 袖袍一挥 一只浑身火红的巨鸟 突然从广场之外飞掠而起 他冲着萧炎抱了抱拳 笑道 既然如此 那老夫便在上面等着小友 话音一落 其身形也是拔身而起 旋即落在巨鸟背上 萧炎 你真打算去焚炎谷 见到掠上巨鸟背上的赤火长老 一旁的灵验连忙问道 他可是知道 萧炎身怀天火三悬变 若这杯焚炎谷发现的话 恐怕少不了一番麻烦 萧炎点了点头 不入虎学焉得虎子 而且 如今是这焚炎谷有求自己 只要自己机灵一些 要弄到完整版本的天火三悬变 应该不是太过困难的事 哼 听说这次被邀请去焚炎谷的炼药师不少 都是有着几把刷子 不过 若是真能帮焚炎谷主将丹药炼制成功 想必报酬也会极为丰厚 以焚炎谷的名头 可不会亏待人的 柳晴笑道 对于焚炎谷 他倒是颇为了解 萧炎笑了笑 他倒是无所谓报酬如何 只要能够将完整版本的天火三悬变 弄到手便是足矣 灵验这段时间便留在天皇城吧 等我将事情办完后便回来 另外 柳晴 有件事得麻烦一下你 萧炎沉吟了一下 道 有事尽管说便是 能办到的 绝对不会皱一下眉头 柳晴拍了拍胸膛 帮我查一下 最近忠誉又没什么 与一个名叫小一仙的女子 有关的消息 萧炎缓缓地道 另外 再查查哪一个家族 有着一位名为新兰的女子 分开了这么久 也不知道小一仙如今如何 所以萧炎必须尽快得到一些消息 柳家在忠誉这么多年 情报渠道必然比她更强 而至于新兰嘛 萧炎有始至终都不知道 她那家族 究竟是什么家族 既然给了她承诺 那萧炎自然是不会故意躲避 小一仙 柳情摸缩了一下下巴 点了点头 这个倒是未曾听过 不过我会派人去丹玉也调查一下 至于名为新兰的女子 这可就是有些难查了 照我看来 这个应该不是她的姓氏 忠誉大大小小的家族无数 想要寻找而出 可是大海捞针啊 她的家族 似乎曾经进入了丹塔的长老席 不过现在应该被排除掉了 萧炎道 哦 文言 柳情略微有些动容 能够进入丹塔长老席的家族 可都不是寻常势力 即便如今被排除掉了 其实力 也必然不是柳家这等家族 能够媲美的 这样的话 搜查范围倒是小了许多 嗯 这事也交给我吧 等你回来时 我会将这事办妥 柳情沉吟了片刻 笑道 萧炎笑着点了点头 这样的话 倒是省去了 她如无头苍蝇般的乱状 将这些事吩咐妥当 萧炎再与两人聊了一会 带着天空上那头火红色的巨鸟 发出一道歼鸣声时 她方才对着柳情 林燕抱了抱拳 脚尖一点地面 身形掠上天空 见到萧炎动身 林燕连忙道 小心一些 萧炎冲着她笑着点了点头 旋即身形一动 稳稳地落在那巨鸟之上 呵呵 严肖小友准备好了 见到萧炎上来 赤火长老连忙笑道 萧炎微微一笑 冲着赤火长老拱了拱手 道 请赤火前辈带路吧 赤火长老笑着摆了摆手 说了一声客气后 袖袍一挥 脚下巨鸟 顿时发出一道嘹亮煎鸣声 巨翼震动 带起一股炽热狂风 在下方一道道艳线的目光中 迅速地对着 北方天际飞掠而去 萧炎站于巨鸟之上 双手赋于身后 目光望向遥遥的北方 不由得一声轻笑 对于焚炎谷的九龙雷刚火 她倒是颇为的好奇 不知道与自己的琉璃莲星火比起来 这两者 孰强孰弱 另外 天火三玄便若是完整版的话 不知其威力 将会强到何种地步 想到此处 萧炎嘴角便是不由得掀起 一抹掠有些期待的弧度 第1044章 炙火山脉 焚炎谷 坐落在中域西南的炙火山脉 这片山脉 完全是由炽热的火山组建而成 放眼望去 是千篇一律的炽红 一些山峰之顶 还不断地鸟鸟升起浓郁的白色烟雾 偶尔间 还会有着岩浆 从中一流而出 炙火山脉 即便是放眼整个中周 也是拥有着不小的名声 当然这之中 自然是有些焚炎谷在此处的因素 而其他的 便是因为这片山脉那严酷的环境 不过虽然这里环境算不得多么的养眼 但由于 这连绵无尽的火山缘故 也是导致这里的火属性能量异常浓郁 在此处修炼火属性功法 无疑将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此 即便明知道 这里颇为危险 可依旧是有着不少修炼火属性功法的人 冒险来此 炙火山卖剧黄天城并不远 也就不到半天时间的路程 加上炙火长老那巨鸟飞行速度不慢 因此 在短短将近四个小时左右后 硝炎便是隐隐间感觉到 周遭天地间的能量 逐渐地变得充裕起来 而且 在这种充裕中 还隐隐掺杂着许些狂暴的味道 站于巨鸟背上 硝炎视线微微远眺 只见得在那视线镜头处 犹如出现了一条火红的线条般 这条火红的线条 极为的雄伟 一眼望去 居然都是看不见镜头 哼 炎萧小友 那便是炙火山脉 焚炎谷的总部 就坐落在其中 赤火长老冲着硝炎笑了笑 道 炙火山脉中的火属性能量极为充裕 不过却因为火山常年喷发的缘故 带着一些狂暴 所以 若是要将之吸收的话 必须将那能量中的狂暴驱除 不然的话 修炼得久了 怕是会影响心智 硝炎微笑着点了点头 虽说拥有着一伙护体的他 根本就不需要忌惮这所谓的狂暴能量 但毕竟是对方的好意 另外 炙火山脉中有着极多魔兽 由于这片天地能量的缘故 这里的魔兽 比别处显得格外的狂暴与凶狠 而且 这炙火山脉连绵无尽 其中一些地方 即便是我焚炎谷 都是未曾探测清楚 所以 炎萧小友若是单独行走时 可得多加小心 哼 多谢炙火长老提醒了 炙火长老不在意地摆了摆手 袖袍一挥 脚下火红巨鸟速度再度加快 旋即化为一道火芒 静直掠近那连绵的山脉之内 随着进入炙火山脉 萧炎方才清楚地将之看得清楚 这片山脉的葱郁之色极为少见 一眼望去 大多都是赤红的土地 地面上 连一点草皮都是未曾覆盖 看来此处的环境 果然是颇为的恶劣 进入炙火山脉的天空 温度也是变得高涨了许多 但这些温度 对于萧炎与炙火长老来说 赤火长老目光在山脉之中扫过 旋即嘴中发出一道口哨声 火红巨鸟速度也是逐渐减缓 片刻后 缓缓地降落而下 落在一处赤红山峰山脚下 带着萧炎从鸟背上跃下 萧炎目光一瞟 面前是两座极为雄伟的赤红巨山 这两座巨山紧紧依靠 一条蜿蜒十梯由山脚攀绕而上 萧炎的目光停在十梯前方不远处 旋即眼中略过一抹亚异 那里的空间 隐隐间散发出一股惊人的空间波动 显然其后是别有洞天 呵呵 严肖小友 跟我来吧 赤火长老笑了笑 旋即率先走上十梯 其后 萧炎紧跟上 目光缓缓扫过四周 心中略微有些戒备 片刻后 两人的脚步在那十梯镜头停了下来 而走到此处 萧炎方才察觉 这里居然有这一片空间障壁 手掌轻轻地在空间障壁上按了按 一股惊人的反弹力顿时抱涌而出 好坚固的空间障壁 甩了甩手 萧炎眼中闪过一抹惊讶 道 哼 这空间障壁 乃是我摩炎谷历代谷主 都会亲自出手加固的 足以抵御一名斗尊强者的攻击 寻常斗宗 可是不可能将之打破的 赤火长老笑道 足可抵御斗尊强者攻击的空间障壁 闻言 萧炎也是忍不住地嘖嘖赞了一声 不愧是焚炎谷 这等抵御 的确远非寻常势力可比 赤火长老呵呵一笑 从那戒中取出一枚火红的玉牌 然后按在那空间障壁上 一股奇异波动扩散开 只见得那空间障壁 自动缓缓分裂开 言萧小友 请 赤火长老对着萧炎笑了笑 然后率先脚步轻踏而尽 而随着其脚步踏入那空间障壁 其身形居然也是诡异地消失不见 萧炎迟疑了一下 脚步也是一动 对着那空间裂缝处 缓步走近 随着萧炎走进那空间裂缝 面前光线突然大亮 令得他惯性般的微闭上眼眸 旋即缓缓睁开 眼中惊讶之色 顿时浓郁起来 此刻出现在萧炎面前的 是一道极长的青石石梯 石梯周围 居然是一片聪裕的绿荫 目光远眺 只见的那些绿荫中 透出不少建筑物 隐隐间 有着许些人声从远处传来 最后盘旋在这片望不见尽头的山谷之内 自成世界 不愧是三大谷之一啊 见到这番与外界赤红世界 截然不同的景象 绕视萧炎 也不得不惊叹道 哼 这可算不上自成世界 那等本事 唯有斗圣皆别的存在 方才能够办到 不过经过 我焚炎鼓励带组长的建造 这里 倒也的却算得上 是一个火山世界中的世外桃源了 赤火长老摆了摆手 不过眉宇间 却是有着一分得意 能够在这火山世界中 建造出如此庞大的山谷 这般工程 可的确当得起浩大二字 萧炎笑笑 手掌在面前须抓一把 这里的火属性能量 依旧是如外界那般浓郁 但其中的那种狂暴 却是已经消失殆尽 显然是被禁术进化了 抬起头 看了一眼天空 隐隐间 有着一种扭曲的感觉 显然 这整个焚炎谷 都是在笼罩在一层扭曲空间之内 这般做法 倒是和内院有些相像 不过明显这里的空间洁净 要远比内院皆是坚固 在萧炎心中惊叹间 石堤周围的山林间 突然响起道道破风声 十几道矫健身影 闪掠而来 旋即落在石堤周围 带着他们的目光 见到赤火长老时 脸庞上的戒备方才减弱 并且对着后者恭敬的弯身行礼 这些人影 皆是身穿红色衣衫 年龄并不算很大 但那字体内弥漫出的丝丝斗气 却是相当之雄浑 看得萧炎不住点头 这焚炎谷的年轻弟子 天赋也是相当不弱呀 颜潇小友 一动脚掌一踏虚空 便是对着山谷深处飞掠而去 其后 萧炎也是在那些 焚炎谷弟子惊讶的目光中 踏空紧随 那人居然也是一名斗宗 怎么会如此年轻 应该是一些前辈 故意弄成这般模样吧 听说一些丹药 有着养颜效果的 嗯 应该是这样 若这是他的真实年龄的话 那岂不是都能与活小姐相比了 是啊 活小姐那种变态 出一个就够了 太多了的话 也实在是太打击人了 对于这些人的窃窃私语 萧炎却是未曾听见 在紧随着赤火长老 飞掠了几分钟后 便是逐渐地降下身形 落在一处火红大殿之前 山谷腹中 有着众多的建筑物 其中有着不少 身着红衣的焚炎谷弟子穿梭 偶尔的切磋鹤声响起 令得这庞大的山谷 涌现许些活力 此刻的火红大殿之外 有着不少焚炎谷弟子守卫 警戒的目光 不断地在四周扫过 看来其他的一些 炼药大师也到了 望着那防守森炎的大殿 赤火长老喃喃道 贵谷谷主 究竟是想要炼制什么 居然需要这么多炼药师 萧炎眉头微微皱了皱 道 哼 并不是需要这么多 而是想要从这些炼药师中 寻找一两个合适的出来 当然 即便最后没有被选中 焚炎谷也依旧会被一分厚礼 炎萧小友不必担心 赤火长老笑道 还要选拔 萧炎眉头皱得更紧 如果他没有被选中的话 恐怕天火三玄变 也是别想了 他可不会认为 焚炎谷会将他们的秘法 如此轻易地 便是交给外人 唉 先看看吧 无奈地摇了摇头 到了这种时候 总不能再转身走人 萧炎也只能叹了一口气 点了点头 见到萧炎点头 赤火长老也是善善笑了笑 然后赶忙在前引路 其后 萧炎望着那灰红的火红大殿 一声叹息 快步跟上 既然都来了这焚炎谷 那说什么 都是要将天火三玄变给弄到手 第1045章 唐震 九龙雷刚火 跟在赤火长老身后 萧炎也是顺利地通过了 那大殿之外严密的守卫 然后轻轻推开殿门 嘎吱 随着殿门的开启 其内那显得格外 磅礴大气的殿内 也是出现在了萧炎视线之中 而在殿门开启时 赤火长老也是连忙行进 然后对着大殿守卫处 躬身行礼 道 谷主 赤火前来赴命 天皇城所举荐而出的炼药大师 也是已经抵达 此刻的大殿中 坐着将近十来道身影 其中大多数人 皆是身着炼药师袍服 看他们的面貌 显然也是年龄不低 面色淡然 丝毫没有以为 此处是焚炎谷的总部 而有丝毫的拘束 在大殿守卫处 有着一名身形瘦小 一头红发 并且身着朴素蚂蚁老者 老者那张脸庞 始终都是布满着笑容 然而在座的人心中 都是极为的清楚 这位老人在这中狱的身份重量 在红发老者身旁 一名红衣女子翘然而立 纤细的小蛮腰处 缠绕着一圈暗红长边 将那腰肢勾勒得更显动人 女子容颜也是极为不俗 不过那纤细柳眉间 却是透着丝丝阴气 再配着那一身火红净妆 看上去倒是英姿飒爽 别人一番异样韵味 在听着店门推开声音时 大殿内众人 也是将目光投射了过去 而特别是当赤火长老说到 又是有着一名炼药大师来到时 不少人都是略感兴趣地 将目光投射了过来 哼 赤火 你这次倒是完成的最晚的一个 红发老者冲着赤火长老笑了笑 然后道 还不将大师请进来 难道想让别人说 我焚烟谷招待不周不成 听到红发老者的话语 赤火长老连忙点头 然后偏过头 对着店外道 严肖小友 请进吧 严肖 听见赤火长老的称呼 大殿中那十来名在中狱 拥有着一些名声的炼药师 即使微微皱了皱眉 他们可从未听说过 这终于何时出现了一名 名为严肖的炼药大师 在众人疑惑间 一道薛兽身影 也是缓缓 自殿外行径 旋即 那张异常年轻的脸庞 顿时印进了大殿中众人眼中 然后大殿内 便是不出意外地 出现了短暂的寂静 严肖见过谷主 对于那些异样目光 肖炎倒是未曾在意 目光直接望向大殿守卫的 那名红发老者 在他一进入大殿时 则正是这位看上去 貌不惊人的瘦小老者 红发老者 在见到硝炎时 也同样是微微一正 不过他倒是掩藏得很好 并未如何显露 视线缓缓地在硝炎身上扫过 而随着这般扫事 其眼中的惊恶 也是越来越浓 哼 小友客气了 老夫唐震 没想到小友年纪轻轻 便是达到了斗宗层次 这等天赋 可实在是罕见啊 红发老者含笑道 唐震此话一落 大殿中顿时响起一些惊呼声 那坐在席位上的炼药大师 皆是目露惊诧地看向硝炎 如此年纪 便是抵达斗宗 这等天赋 即便是放眼中周 也是能够算作出类拔萃啊 在唐震身旁 那名一身红衣的女子 也是目光奇光地看着硝炎 眼中隐隐地有些怀疑味道 身为焚炎谷最最为出色的年轻一辈 他非常地清楚 在这等年龄达到斗宗是 何等的困难 而且 最令得他 有些难以想象的是 硝炎的年龄看上去 似乎比他都还要小 唐谷主谬赞了 只是运气比常人好上一些罢了 硝炎面上不动声色 心头却是有些惊讶 不愧是焚炎谷的谷主 一眼便是看出了自己的实力 而心中念头在翻转间 他目光也是不着痕迹地 扫了扫手位上的唐震 却是有些震惊地发现 他居然根本探测 不到对方的气息 居然将气息收敛到如此完美 这唐震的实力 恐怕比封雷格的雷尊者 都是要强上不少 能够有这运气 倒也算是一点本事 不过今日 这里需要的 可不是斗宗 而是真正的炼药大师 赤火长老 你真没有带错人 一名身着炼药师 袍服的老者 瞟了一眼硝烟 淡淡地道 这名老者嘴唇极薄 一看上去 便是那种说话 极为不客气之人 当然 身为炼药师 大都是有着一些傲气 特别是 他们这种有些本事的炼药师 到哪里 不是被当作大爷对待 他们能有这般成就 也同样是经过 将近半辈子的苦修 而如今 赤火尊者随便 领了一个矛头小子进来 就说是一名炼药大师 这难免会让他们 心中有些不太爽 炼药大师 这在中周 是一个颇具分量的称呼 而且想要获得 也颇为严格 首要条件 便是至少能够 单独炼制六品 甚至七品丹药 当然 若是能够炼制八品丹药的话 那已经能够 号称炼药宗师了 听得老者话语 赤火长老眉头微微一皱 玄机笑道 莫大师放心 老夫这点眼力 还是具备的 这位颜霄小友 足以达到谷主所说的要求 闻言 被称为莫大师的老者 也只能轻哼了一声 目光斜偏了消炎一眼 也就不再多说 如果真如赤火所说的话 那这位颜霄小友的天赋 恐怕比小女 都是要强上许多 能够在抵达的斗宗的同时 也是让自己的 炼药术有所成就 这可不是简单的事 唐震四世未曾听见 那明末大师 对消炎的质疑般 微笑道 光听人嘴皮子就望下定论 爹我看你是老糊涂了吧 一旁的红衣女子 撇了撇嘴 冷哼道 明亮美目扫向消炎 雪白下巴微微挑了挑 眼中居然有着一抹挑衅之味 这些年中 同辈之中她同样 未曾遇见过 能与其匹敌者 消炎的出现 令得本就喜欢争强好胜的她 大感兴趣 对于红衣女子眼中的挑衅 消炎倒是一笑而过 她能够感受出 这女子并没有什么恶意 只不过先前唐震那番话 有些让她不满而已 言小小友 请先寻个席位坐下吧 唐震冲着消炎笑道 消炎微笑点头 然后在一旁赤火长老的带领下 在大殿中 寻了一处席位坐下 先前的明末大师 是一名六品炼药师 能够炼制六品顶峰的丹药 而是在给她一些年时间 恐怕能够达到七品层次 那人嘴巴比较讨厌 她的话 就当没听见吧 在消炎坐下时 其身旁的赤火长老 也是低声道 闻言 消炎不着痕迹地点了点下巴 能够受邀来到此处的炼药师 除了她之外 想必都不是极其无名之辈 不过以言消小友的水平 也不会将这老家伙放进眼中 在座的人 你只需要关注两人便可 那便是坐在谷主左右方的那两人 听得赤火长老此话 消炎心头一动 目光微微转移而去 在唐镇下方两侧 有这两名从始至终 便是威闭着眼眸的老者 两人的气息极为收敛 但消炎依旧还是隐隐间察觉到 两人身旁所 弥漫的磅礴灵魂力量 七品炼药师 眼眸微微一眯 消炎手指轻轻地敲打着膝盖 这应该是在这些年中 首次所见到的七品炼药师了 这二人在忠誉名头很想 一是本身炼药术极高 二便是他们二人 皆是丹塔的客亲长老 即便是谷主 都对他们颇为客气 赤火长老轻声道 闻言 这个名头倒也的确是挺害人的 既然人已经到齐 那老夫便将此次的事预先说说 守卫之上的唐震轻咳了一声 目光扫视全场 玄机道 想必大家也知道一些 老夫需要动手炼制一味丹药 丹药吗 品阶算是七品高级 听到这话 大殿中的十来位炼药大师 脸色也是微微一变 七品丹药 即便是对于在场的一些人来说 也是相当之高 在唐震这话下 那一直微闭眼睛的两位丹塔客亲长老 也是缓缓睁开了双眸 看了前者一眼 道 七品高级丹药 这等阶别的丹药 即便是我二人 也是炼制不出来 虽说这二人也是七品炼药师 但却只能炼制一些 七品低级的丹药 终极的话 或许成功率稍低一些 但高级的话 则是成功率将会相当凄惨 这一点交给老夫便是 虽说老夫并非是炼药师 但我的一些本事 你们也同样不具备 唐震一笑 道 我所需要的 是两名能够抵御住 我那九龙雷刚火的炼药师 话音落下 唐震手掌轻握 只听得扑斥一声 一股银色火焰 缓缓地自其手中鸟鸟生起 火焰升腾间 隐隐间 能够见到九条银色火龙 在火焰之内穿梭而行 这便是九龙雷刚火 望着那团银色火焰 萧炎眼瞳顿时微微一缩 大家将各自的灵魂力量召唤而出 若是能够抵御住我 这九龙雷刚火的断烧 那么便是达到了资格 唐震微笑道 文言 大殿中不少炼药师 脸皮都是一阵抽搐 第1046章 一火测试 九龙雷刚火 一火榜上排名第12 对于这火焰的厉害程度 在座的 几乎无人不知 而且再加上唐震那本身 深不可测的实力 寻常人的灵魂力量 恐怕一接触到火焰 便是得被炙烧成一片虚无 虽说这里的人 皆是灵魂力量不弱之辈 但也扛不住这样的测试 唐震的话语落下后 也是令得大殿中 变得安静了许多 先前那些 还一脸傲气的炼药大师 此刻 却是缩了缩脖子 娜娜的不敢接口 两名单塔的客亲长老 也是沉淫了片刻 方才缓缓地道 唐谷主 九龙雷刚火的厉害 我们都知道 这一火之内 有着龙微凝聚 因此有着震慑灵魂之神效 恐怕在座的 能够使用灵魂力量 在其中扛过去的 怕事不多啊 文言 唐震也是笑了笑 道 换大师请放心 这一点 老夫自会有分寸 不会让的人受伤 只要能够在 九龙雷刚火中 扛过十分钟 那么便是能够算作过关 毕竟想要协助我的人 则必须有着 能够抵御九龙雷刚火的能力 否则的话 只会令得自己受伤 话音一落 唐震目光在大殿中一扫 笑道 既然已经将诸位大师 请了过来 自然不会让大家白跑一趟 就算真不能在 我这九龙雷刚火扛过来 焚烟谷也是 会给予大家一份厚礼 听到这话 大殿中一些人方才略微易动 他们与唐震并没有什么恩怨 而且以对方的身份 也犯不着来跟他们玩什么把戏 在唐震身旁 红衣女子居高临下地望着大殿中 那些迟疑的炼药大师 嘴角不由的一撇 这些家伙一听到九龙雷刚火 便是怕成这样 似乎生怕被他爹爹 暗中给宰了一般 美目转动 突然转向大殿略有些偏僻的一角 刚好是见到正捧着茶杯 脸色平静的消炎 当下红衣女子也是微微一正 这家伙倒是看起来挺镇定的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装出来的 既然唐谷主都这般说了 我们自然也不能露怯 好吧 就照谷主所说来测试吧 一名须发皆白的老者 目光四处扫了扫 半晌后 终于是点了点头 开口道 闻言 唐震脸庞上的笑容 也是更成了一些 屈指一谈 手掌之上的那团银色火焰 缓缓飘飞而去 然后悬浮在大殿半空 银色火焰鸟鸟鸟燃烧 九条细小的火龙 在其中四下穿梭 犹如具备着灵质一般 而且隐隐间 有着许些龙威 从中弥漫而出 令得人灵魂力量 感到有些压抑 不知哪位大士先来 唐震含笑道 此话一落 大殿中略微寂静了一下 旋即一名白袍老者站起身来 冲着唐震拱了拱手 道 既然无人开头 便由老夫来试试吧 对于焚烟谷这九龙雷刚火 老夫也早就是有所耳闻 今日能够一视其威力 也算是不虚此行了 呵呵 原来是华大师 请 唐震一笑 道 这位老者名为华臣 也是一名处于六瓶顶峰的炼药师 在中狱也算是有着一些名声 在萧炎身旁 赤火长老四世知道 萧炎并不认识这些人 当下便是低声为其介绍道 萧炎冲着赤火长老感谢地点了点头 然后目光转向那名名为华臣的老者 对于这九龙雷刚火的威力 他同样也是极为的好奇 大殿之中 名为华臣的老者手掌一握 一团深红色的火焰 便是自其手中生腾而起 而其没心处 也是迅速涌出一股灵魂力量 然后钻进那团火焰之内 火焰顿时蠕动起来 化为一个巴掌大小的火焰人影 火焰人影 完全是由华臣的灵魂力量所拧 不过他却是在灵魂力量外面 加上了一层火焰防护 这人的火焰应该是一种受火 不过与九龙雷刚火差距太大 恐怕是看不过去 目光瞥了一眼那层红色火焰 萧炎在心中自语道 而在其自语间 那化尘曲指一弹 巴掌大小的火焰人影 便是闪掠而出 然后在众人注视中 一头撞进半空中 那团银色火焰之内 好 火焰人影刚刚钻进银色火焰 一道低沉的 但又难以用耳朵听见的龙银之声 骤然响起 龙银声响起之煞 银色火焰之内的九条火龙 顿时暴涌而出 旋即狠狠地撞击在那火焰人影之上 拒嘴撕扯间 居然是生生地 将火焰人影外面的那层红色火焰 给吞了去 哼 深红火焰一消失 化尘的灵魂力量 便是在九龙雷刚火那恐怖温度下 直接湮灭 而其身体猛地一颤 脚步亮腔地后退了几步 脸色也是略有些发白 不愧是一伙 老夫认输了 稳住身形 化尘苦笑着摇了摇头 叹了一口气 脸色有些苦涩地做了回去 他引以为傲地受火 在这九龙雷刚火之前 根本就是没有半点抵抗之力 见到化尘 居然是连一分钟都是支持不下来 在座的一些炼药大师 也是不由得有些变色 这九龙雷刚火 居然强悍如斯 继化尘之后 陆续又是有着一些不幸邪的炼药大师出手 但无一例外地 皆是未曾抵御住那九条火龙的私有 十分钟的时间 却是没有一人能够扛过来 而这其中 也包括了那先前嘲笑萧炎的那位 名为莫大师的老头 望着那在座的炼药大师 一个接一个的失败 唐振面上虽然不动声色 但心中却是有些失望地叹了一口气 看来如今也只能看看 丹塔的这两位客亲长老 能否达到他所需要的目标了呀 当又是一名炼药大师失败之后 大殿之中 唯一未曾出手的 便只有那两名丹塔的客亲长老 以及萧炎了 当然 后者嘛 自然是被其他人给无视了去 几乎所有的目光 都是投注在这两位客亲长老身上 毕竟唯有这二人 方才是大殿之内的真正气品炼药师 九龙雷刚火 龙威震魂 这次的测试 可真是不轻松啊 那明明为患大师的丹塔客亲长老 首先轻叹了一声 然后与其同伴对视了一眼 也是缓缓站起身来 一团白色火焰自其掌心中生腾而起 这种火焰略微有些怪异 因为在火焰生腾时 它居然还是冒着一些寒气 天寒火 幻大师这火 应该是从天古芒体内所获而来吧 据说 这天古芒只出现在古灵冷火出现的区域 其体内的这种瘦火 也是与古灵冷火有着一些共同之处 见到这团冒着寒气的白色火焰 那唐震也是略感压抑的道 听到这话 萧炎眉头却是一条 有些惊讶地看着那幻大师手中的天寒火 没想到这东西 居然还与老师的古灵冷火 有着一点关系 哎 古灵冷火 我却是没那等肤浅 只是好运地遇见了那天古芒而已 幻大师苦笑了一声 然后灵魂力量从眉心中扩散而出 融入火焰内 旋即火焰如洞间 化为一条白色蟒蛇 一闪间 便是窜进了银色火焰之内 这条被白色火焰笼罩的蟒蛇 刚刚窜进银色火焰 旗内的九条火龙便是猛地扑来 但这一次 这白色蟒蛇倒也是有着一些能耐 居然能够死死守住体表的火焰 不被火龙给吞噬而走 随着火焰内蟒蛇与火龙的僵持 那幻大师的脸色也是越来越凝重 天寒火虽说与古灵冷火有点关系 但毕竟不是一火 也不可能真正地跟九龙雷钢火相抗衡 时间在寂静的大殿中迅速流逝 而就在那条白色火蟒 即将被九条火龙彻底吞噬时 十分钟的时间终于是抵达 幻大师连忙一招手 火蟒逃窜而出 最后掠进其身体之中 不愧是能在一火榜上排名十二的一火 不得不服 收回火蟒 幻大师终于是松了一口气 苦笑道 恭喜幻大师了 你已经成功了 唐震笑了笑 然后目光转向另外一名单塔的克亲长老 道 萧大师 该你了 文言 那名名为萧大师的老者 迟疑了一下 只能站起身来 召唤出一团淡蓝色的火焰 然后将之凝聚成一条巴掌大小的火晶 操控着它 钻进银色火焰之内 这位萧大师的火焰 并没有他的同伴强横 以萧岩的眼光来看 只能算作一些中等片上的受火 用这种受火 来与九龙雷钢火相抗衡 恐怕支持不到十分钟 也正如萧岩所料 待的时间过去了七分钟左右时 那蓝色的火晶 终于是抵御不住 被九条火龙一拥而上 撕咬得稀巴烂 见状 萧大师只能叹息了一声 冲着唐震摇了摇头 然后坐了回去 这种测试 几乎不是考验的灵魂力量 而是看谁的火焰更强 见到萧大师没有支撑下去 唐震眼中也是略过一抹失望 叹道 麻烦诸位了 现在只有莫大师一人通过了测试 可老夫需要的 却是两人 不是还有一位炼药大师吗 唐震话语落下 那先前嘲笑萧岩的那名莫大师 却是突然冷笑了一声 他在测试失败后 便是感觉到面子有些难堪 特别是在瞧得萧岩脸旁上 一直挂着的微笑后 那不爽更是加剧了许多 从而连那话语 都是略微有些阴阳怪气 听得他的话 大殿中一道道目光 顿时转向 那坐在大殿偏僻一处的青年 不少人眼中 皆是有着一抹 看热闹的幸灾乐祸 对于这些目光 萧岩也是眉头微皱 旋即唇角掀起一抹冷笑 这些家伙 可还真是没半点大师的风范啊 不过既然 他们想看热闹 那便让他们连下巴都看下来吧 第1047章 报仇 见到大殿内所有目光 都是汇聚在萧岩身上 那唐振也是一正 略微迟疑了一下 开口道 这位严肖小友 不知 你可要来试试 他自然也是知道 这里不少人都是抱着看好戏的心态 但在他看来 萧岩既然赶来焚烟谷 应该也是有着一些本事的吧 毕竟对于赤火长老办事的能力 他还是颇为放心的 在唐振身旁 那红衣女子也是双臂抱于胸前 美目饶有兴致地看向萧岩 他也同样很想知道 这位先前被唐振赞叹有加的青年 究竟是真有些本事 还是草包一个 既然来了焚烟谷 这测试 自然是需要试试 在那众多目光注视下 萧岩微微一笑 缓缓点了点头 闻言 大殿内的一些炼药大师 脸庞上不由浮现一抹嘲弄 连他们都是在那九龙雷刚火之内 熬不了多久 更何况这么一个毛头小子 既然严肖小友有些兴趣 那么便请出手吧 若是能够通过的话 那也刚好与焚大师 凑成二人之数 唐振笑了笑 对于萧岩的胆气 倒是有些意外 手掌一饮 笑道 萧岩缓缓站起身来 目光望着悬浮在大殿半空的那团 银色火焰 旋即手掌一握 一团碧绿火焰便是鸟鸟而起 如今 萧岩对琉璃连星火的操控 几乎已经达到了随心所欲般的地步 说句不客气的话 这在座的人 若是光比火焰操控的话 恐怕除了那最为深不可测的唐振之外 即便是那两名单塔的客亲长老 都是比不上他 碧绿火焰的出现 也是令得大殿中一些人皱了皱眉头 在萧岩特意的压制下 他们几乎感觉不到 半点那从火焰之中弥漫出的温度 如此低温的火焰 恐怕连一些斗气凝聚的火焰 都是不如吧 在座的这些炼药大师 虽说颇显傲气 但也并非是傻瓜 自然能够知道 这种温度 不可能会是这火焰的真正程度 不过 至于为何萧岩要特意将火焰压制 他们却是感到极为的不解 守卫之上 唐振倒是在那碧绿火焰出现时 眉头不着痕迹地皱了皱 目光紧紧地盯着火焰 隐隐间 他觉得这碧绿火焰 似乎并不简单 对于周围那一道道目光 萧岩并未在意 心神一动 一股灵魂力量 便是钻进火焰之内 火焰如动间 化为一朵巴掌大小 看上去极为精致的碧绿火焰 火焰缓缓旋转 通体碧绿 犹如上好的翡翠一般 完美无瑕的模样 就犹如艺术品一般 给人一种爱不释手的感觉 屈指轻弹 火焰缓缓旋转着 靠近了半空中的那团银色火焰 然后便是在众人紧张注视中 悄然融入其中 随着碧绿火焰 进入那团银色火焰 那九条火龙 立刻便是有所感应 带起低沉的龙银声响 迅猛扑来 见到这一幕 几名炼药大师脸庞上 也是浮现一抹冷笑 眼中嘲弄更盛 那般模样 就犹如看见了 硝烟片刻后的狼狈局面一般 然而他们所期待的一幕 并没有按照他们预想的出现 当那抹冷笑 刚刚攀爬上脸庞 便是骤然凝固 旋即大殿中 众人眼睛暴突而出 银色火焰之内 九条火龙刚刚携带着凶猛之势 狠狠窜进碧绿火镰周围时 便是瞬间停滞 然后 众人便是见到了 令得他们目瞪口呆的一幕 只见得先前还微风凛凛的九条火龙 在这一刹 却是犹如见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一般 闪电般的倒窜而出 九条火龙远远窜开后 又是徐徐地游离而尽 但却只是敢徘徊在火镰周围 不断地游荡 但却丝毫不敢像前几次那般 扑上去是咬 这般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 直接是令得大殿中 陷入了诡异的安静 那些等着看好戏的炼药大师 望着火焰之内 那精卫分明的火莲与火龙后 脸庞上的表情格外地滑稽 唐震的脸色 也是在此时缓缓地凝重了许多 能够让九龙雷刚火 都是如此忌惮的火焰 这世界并不多 而他此刻也是能够确定 硝烟所召唤而出的那种碧绿火焰 定然也是一种异火 火焰呈碧绿之色 异火榜上的异火 似乎并没有这般色泽的火焰 唯一与之相像的 便是排名第十九的青莲的星火 但其色泽 也远非这般浓郁 而且 即便真是青莲的星火 也不至于让九龙雷刚火这般忌惮 这个青年 似乎不简单 唐震在心中低声喃喃道 他倒是从未想到过 面前这位青年 居然也是身怀疑火 唐震身旁的红衣女子 也是因为这般一幕 而美目中一彩闪烁 这个看上去年龄并不大的青年 果然不是草包 不过就是 不知道与其交手的话 自己能有几分胜算 想到此处 红衣女子不由地有些手养了起来 若非是因为此刻场地不对 不然的话 恐怕就直接下场 向萧妍发出挑战了 这种事 他也不是第一次干了 而对于身为一个女孩子 却是如此争强好胜 就是连唐震都是感到无可奈何 大殿内的那两名丹塔 克青长老 此刻眼中 也是涌上一抹震惊之色 以他们二人的见识 自然也是能够隐隐间猜到 那碧绿火焰是何物 没想到 这个看上去年纪轻轻的青年 居然会拥有着一伙 这若是传了出去 不知道会令得多少炼药师心动 想到此处 两人目光不着痕迹地扫过大殿 果然是见到一些人 眼中有着贪婪之色浮现 在座的人 都是在忠欲拥有着一些名声 而连他们都是为之感到贪婪 足可瞧出一伙 对于炼药师 拥有着何等引诱力 十分钟的时间 在寂静的大殿内迅速流逝 而待的十分钟刚刚抵达时 萧妍也是一招手 火莲毫发无损地掠出火莲 然后砰得一声暴力而开 化为一团火焰 钻进萧妍手中 唐谷主 不知道 在下可算是通过 收回火焰 萧妍妍目光依旧视望着唐震 抱拳微笑道 呵呵 这还用老夫说吗 恭喜颜潇小友了 加上你的话 老夫也算是真正错过人了 唐震手掌轻抚胡须 大笑一声 玄机目光转向赤火长老 道 赤火 你办事还是这般让人满意 居然能将颜潇小友 这等年轻俊杰寻来 闻言 赤火长老脸庞上 也是浮现一抹笑容 公声道 只是好运而已 能够遇见颜潇小友 也算是我的运气了 听到唐震的话 大殿中的一些炼药大师 脸色却是有些不太自然 特别是先前出炎 嘲讽萧妍的那名莫大师 那脸色就犹如吃了苍蝇一般 这一幕 可是他从未预料的 而且他怎么样也想不通 以萧妍的年纪 怎么可能会拥有这一伙 不过是仗着一伙之力罢了 没什么了不起的 莫大师嘴唇抽出了一下 依旧是嘴硬的冷笑道 对于这个说话 极其惹人厌的老头 萧妍也是极其不感冒 斜瞥了他一眼 然后转开目光 直接是将他给无视了去 唐震也是笑笑 以他的眼力 自然是能够看出 这位名为颜潇的青年 绝对是有着几把刷子 说不定其炼药术 在座的人能够与其相比的 都是极少 诸位放心 炼制丹药时 也会请大家旁观 听得唐震此话 那莫大师脸庞上冷笑更甚 目光转向萧妍 淡淡地道 虽说你拥有着一伙 但若是本事不足 也只会坏事 到时候 要是将唐谷主准备的 那些珍稀药材给毁了的话 你可赔不起 多谢提醒 这位莫大师 待会在一旁观看便好 协助唐谷主炼制丹药的事 交给我与这位幻大师便好 萧妍微微一笑 道 萧妍这番暗运讥讽的话语 直接是令得莫大师一致 脸皮不住地抽搐 握着茶杯的手掌 也是不断地抖动着 看来她被萧妍这句话 气得不轻 扑吃 那红衣女子 见到萧妍一语 将莫大师气得这般模样 也是忍不住地扑吃一笑 不过 却是在唐震的瞪眼下 连忙住嘴 哼 大家也不用再为这个争辩了 炼制丹药的药材虽然珍贵 但以我焚炎谷的实力 还是能够凑齐的 所以到时候协助老夫练丹时 另外 这次的丹药炼制 并不算简单 所以老夫也先将话说明白 只要两位能够助我 将丹药炼制成功 报酬 绝对会令两位满意 当然 若是两位有什么需要之物 也尽管开口便是 听得唐震此话 萧妍心头顿时移动 抱拳微笑道 不知这报酬之物 可是包括焚炎谷的一些功法 或者斗技 闻言 唐震也是一证 若有深意地看了萧妍一眼 笑道 只要不是我焚炎谷的一些不传之秘 其他的 也在其中 不知道丹药小友 看中了哪一种 萧妍心头跳了跳 直视着唐震 缓缓地道 天火三玄变 第1048章 争取天火三玄变 听得萧妍此话 唐震以及其身旁那红衣女子 皆是一证 玄机眉头微微皱起 天火三玄变乃是焚炎谷镇谷之宝之一 虽说这种秘法 对于某些人来说 或许是废柴秘法 但对于体内拥有着一些奇异火焰的人 却是堪比利器 天火三玄变 能够将人体之内隐藏的火焰 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运转 最后在短时间内 爆发出极强的实力 每一变都是能够爆发一种火焰 三变叠加 那增幅的实力 可是相当恐怖 当然 这种火焰爆发而出的能量颇为狂暴 若是身体强度不够者 强行爆发的话 也只会令得能量反噬 因此 对于这天火三玄变 即便是焚炎谷内部 也是保存的极为严格 唯有真正的核心弟子 方才能够修行到天火三玄变的第一变 至于剩余的两变 则是需要看齐对门派的贡献 以及本身的天赋 所以 真要算起来 整个焚炎谷中 修行了完整版天火三玄变的人 恐怕也是屈指可数 而既然连本谷弟子 都是难以修行齐全 由此也可看出 焚炎谷对于这天火三玄变 看的是何等的重要 硝炎目光紧紧地盯着唐震 袖中拳头也是缓缓紧握 天火三玄变他是志在必得 如果这唐震不肯允许的话 那他恐怕也是要花费不小心思了 大殿中的众人 对于硝炎的要求 也是极感诧异 他们没想到 后者居然会如此的狮子大张口 天火三玄变 这等高级秘法 虽说对于某些人是无用的东西 但对其他的一些人来说 却是拥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外界的人 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得到 这小子胃口不小啊 唐震沉默了半赏 终于是缓缓摇了摇头 望向硝炎 道 天火三玄变乃是焚炎谷正谷之宝之一 按照规矩 并不能外传 这一点 即便我是谷主 也不能违背 所以 你换一样其他的吧 文言 硝炎心中也是一尘 看来他是小看了 天火三玄变在焚炎谷的地位了 难道就要这般放弃了吗 天火三玄变 对于硝炎来说 几乎是为其量生打造的秘法 他身怀多种意乎 到时候 三变一同爆发 那增幅的实力 定然极为可怕 因此 对于他 硝炎是抱着真正的必得之心 唐谷主 天火三玄变对我很重要 难道便不能破例一次吗 硝炎不死心地道 唐震叹了一口气 挥了挥手 道 言消小友 我焚炎谷其他的一些功法 或者斗技 也同样不是寻常之物 换个 其他的对你来说 也会有着不小帮助的 硝炎眉头紧皱 片刻后 突然道 唐谷主 这次炼制的丹药 对你来说 是否挺重要 文言 唐震迟了一下 却是看了一旁的红衣女子一眼 缓缓点头 是很重要 而且在这半年内 必须将这丹药炼制成功 我已经有过打算 若是此次炼制失败的话 便去请丹塔的那些老家伙出手 但你并没有直接去找丹塔的人 想来请他们出手的报酬 定然极其之高吧 硝炎轻声道 玄机接着道 那不知道 即便是有我与这位患大师协助 唐谷主炼制丹药时 成功率能达到多少 唐震眉头紧皱 片刻后 方才缓缓地道 五成 这个数字 是他的最高估计 这丹药与寻常丹药有些不同 炼制之间 倒是显得格外困难 一伙炼制丹药 能够令得丹药成功率加高一些 有我相助 成功率应该能加一些 硝炎微微一笑 道 他并非是自大 而是对自己的 炼药术有着信心 再加上 他那笔寻常七品 炼药师墙上许多的灵魂力量 他绝对有把握说这句话 听到硝炎这番话 唐震倒是有些意外地看了他一眼 但经过先前的测试 因此眼中的质疑倒是并不多 这个看上去年纪并不大的年轻人 似乎的确是有些不简单 说这话 并非是要炫耀什么 而是想告诉唐谷主 邀请我 并不会是什么错误的决定 说不定 正是这一点点的成功率 会令得这次炼丹 出乎谷主的意料 硝炎目光直视着唐震 道 唐震手指轻轻在桌面上滑动 道 严肖小友 还是不想放弃天火三玄变 如果唐谷主觉得 这次的炼丹 对于你来说 比天火三玄变更重要的话 或许可以试试 硝炎的目光 不着痕迹地 在一旁的红衣女神身上扫了扫 轻声道 硝炎这话 直接是令得唐震一致 眉头紧锁 看了一眼身旁的红衣女子一眼 沉饮了好半晌 方才缓缓点头 这次的炼丹 对于我来说 的确是极为的重要 比天火三玄变更重要 话音到此 唐震顿了顿 玄机目光直指硝炎 笑道 炎萧小友 你这口舌 老夫的确不得不服 被你这么一说 倒是将我焚炎谷那天火三玄变的价值 给降了不少 我也承认你说的话 但焚炎谷 有着焚炎谷的规矩 这些连我都是不能改变 文言 硝炎微微张了张嘴 却只能一声苦笑 说成这样都没用的话 那他也是没办法了 不过 唐震望着硝炎 话音却是突然一转 哦 若是你真能助我成功将这次炼丹完成 我或许可以一次机会 如果你能自己把握住的话 天火三玄变 变也能属于你 听得此话 硝炎顿时喜出望外 虽说唐震并没有直接答应说 将天火三玄变给他 但至少是 有了一些机会 不管这机会有多么的飘渺 可总比 与焚炎谷撕破脸皮的好 风雷格的实力 硝炎见识过 而这焚炎谷 名为三大谷之一 实力绝对比风雷格更强 若是可以不与之骄恶的话 那自然是最好 既然如此 那便多谢唐谷主了 冲着唐震拱了拱手 硝炎笑道 唐震摆了摆手 一声轻叹 道 先别谢我 这一切都是在炼丹成功的前提下 而且 即便是炼丹成功了 你能否顺利带走天火三玄变 也得看你的本事 硝炎点了点头 他自然也能够知道 想要毫无阻碍地 将天火三玄变弄到手 基本上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既然没有了问题 那么便先请诸位先行回客房休息一下 赤火 见到再没有了什么问题 唐震对着赤火长老挥了挥手 后者连忙行出 对着众人抱拳笑道 诸位请跟我来 见状 硝炎等人也是站起身来 对着唐震拱了拱手 然后便是跟着赤火长老行出大殿 随着硝炎等人的出殿 大殿内也是变得安静了下来 唐震脸庞上的笑容也是缓缓收敛 轻叹了一口气 爹爹 你真打算将天火三旋变交给这颜霄 红衣女子转过身 美目望向唐震 背驰咬着红唇 道 哎 火儿 你应该知道 这次炼制的丹药 对你有多重要 当年你想要强行融合九龙雷钢火 反而导致火焰反噬 虽说捡回了命 但却留下了极大的后遗症 若是这样下去的话 不超过一年 你便是会生气枯竭 唐震目露慈爱之色 站起身拍了拍红衣女子相间 道 我炼制这丹药的成功率 也的确如颜霄所说 并不高 此人虽说年轻 但我敢说 她的确是有着一些本事 有她帮忙 想必能够让炼丹的成功率 提升不少 但天火三旋便是 焚烟谷顶尖密法 即便爹爹同意了 长老慧那里 也是很难通过 红衣女子美眸泛红 低声道 我也说了 只是给予颜霄一次机会 到时候 我可以让她按照 谷内核心弟子的待遇 只要她有能力 达到考核资格的话 长老慧那里 也不会多说什么 不管怎样 我毕竟是谷主 唐震笑着摆了摆手 道 闻言 红衣女子也只能点了点头 轻咬着银牙 道 都怪那小子 太狮子大张口了 哼 这小子虽然不客气 但却是有本事的人 这般年龄 便是能够收服一伙 若是有强者帮忙 倒还说得过去 可要是依靠的自己之力 那便是有些恐怖了点 唐震笑道 她故意遮掩了容貌 但真实年龄 应该也与表面相差不了多少 老夫倒是从未听说过 终于何时出现了一名 如此陌生年轻欺品炼药师 想必这言消的名字 也应该是化名 藏头鹿尾 多半不是什么好人 红衣女子嘟囔道 显然硝烟以炼丹为由 强迫唐震做选择 令得她怨念不小 唐震笑着摇了摇头 宠溺地拍了拍 红衣女子的脑袋 转身对着大殿一处侧门行去 好了 别嘟囔了 先去准备吧 今天下午便开始炼丹 若是能够将丹药炼制出来 也算是 卸去了我心中的重担 我倒是有些好奇 那炎霄究竟有什么本事 希望它是真如我所料 第1049章 火铺丹 庞大的山谷 绿鹰葱玉 偶尔有着火红的风树点缀其中 看上去极为的养眼 在山谷中心处 有着一片用赤红色火山岩石 建造而出的宽敞广场 广场中央 有着一座高达十丈左右的石台 而此刻的广场周围 有着不少人影 大多数人都是身着红色衣衫 显然都是焚烟谷的弟子 在广场另外一侧 有着一座略显高耸的平台 高度虽不及场中的高台 但却刚好是 能够扶拦整个广场 视线极佳 此刻的这平台上 正站着不少副手力的人影 仔细看去 原来正是先前在大殿之内的 那些所谓的炼药大师 在广场中一些窃窃私语中 突然有着破风声响起 旋即四道身影 从远处闪略而来 旋即轻飘飘地落在石台之上 露出了身形 赫然便是焚烟谷谷主唐震 以及那名为伙的红衣女子 还有萧炎 与那名丹塔的客亲长老 换大师 唐震的出现 也是直接令的广场周围 一些窃窃私语减弱了下来 在场的焚烟谷弟子都知道 今日唐震要与两名炼药大师 联手炼制丹药 因此自然是不敢随意喧哗 生怕打扰了丹药的炼制 唐震落下身形 目光缓缓地在四周扫了扫 然后偏过头 望向萧炎与那名患大师 笑道 两位 不知道准备好吗 闻言 萧炎与患大师皆是点了点头 老夫此次索要炼制的丹药 名为火铺丹 品接在七品高级 这里是部分的药方 你们二人一人一份 到时候炼制时 便按照药方上所说 各司其职变好 唐震手掌一挥 两卷卷轴 飞向萧炎与患大师 两人连忙接过卷轴 然后皆是第一时间 将灵魂力量侵入其中 将其内所记载的部分药方 迅速记在脑海之中 约莫十来分钟后 萧炎威碧的眼眸方 才缓缓睁开 这卷轴内所记载的药方 并不齐全 只有这一部分 想来是唐震并不想将 丹药的完整药方 告知于他二人 不过对此 萧炎倒是没什么 七品丹药的药方 本就无比珍贵 岂能随意便是给予人 不过光是一部分的药方 便是如此繁琐 若是成套的话 还不知道要如何复杂 这丹药 不愧是七品高级啊 虽然只是 看了一部分的药方 但萧炎也是能够 从中营引尖看出 这丹药炼制的困难程度 两位可曾看好了 见到萧炎与患大师 皆是睁开眼 唐震也是微笑道 萧炎与患大师 点了点头 此番炼制丹药 恐怕所需时日不短 所以两位 可要先有心理准备 可千万不要中途出现了意外 说到此处 唐震的脸色略微有些凝重 他对于此次炼丹看得极重 若是失败的话 那对他可是有着不小的打击 萧炎与患大师 皆是炼丹老手 对于这一点 自然是极为清楚 当下也是没有什么意义 老夫并不是炼药师 对于灵魂力量的操控 并不如你们那般精准 所以提炼药材的事情 由我来做 但药材间的融合 便得依靠两位了 话音一落 唐震对着石台两侧指了指 那里有着两处石座 若是没有问题的话 便请两位入座吧 萧炎与那名患大师对视了一眼 彼此含笑点头 然后身形一动 直接出现在那石座上 然后盘腿坐下 见到两人入座 唐震也是脚掌一点地面 身体出现在另外一侧的一方石座上 目光转向一旁的红衣女子 沉声道 火 炼丹这段时间 不得让任何人打扰我们 是 爹爹 被称为火的红衣女子 轻点下巴 美目一扫 瞥了萧炎一眼 然后便是掠下石台 开始组织着焚炎谷的弟子 将这片区域严加防守起来 将一切都是吩咐妥当 唐震脸色也是逐渐变得凝重 袖袍一挥 只见得一巨大物体 从其那界中飞出 然后重重地落在石台中心位置 那沉甸甸的重量 令得石台都是颤了颤 萧炎与幻大师 看了那巨大物体一眼 眼中皆是掠过一抹诧异 那出现的物体 是一尊足有丈许庞大的药顶 药顶通体火红 在药顶原壁上 有着火山喷发般的图纹 一眼看上去 一股狂暴气息 顿时迎面来 在萧炎看见 这火红药顶的第一眼 便是知道 这药顶的品质 恐怕不比 它那万寿顶低 山戎顶 这可是天顶榜上之物 没想到居然被收藏在唐谷主手中 当真是让人羡慕 幻大师望着这尊火红药顶 眼中的艳羡极浓 当初好运遇见而已 唐震笑了笑 然后袖袍再次挥动 只见得顿时密密麻麻的药材 源源不断地从其那界中飞出 旋即盘旋在这片石台上空 看那般数量 恐怕至少也是 有着百种数量 在这些药材出现时 一股浓郁的药香 顿时弥密而出 显然 这些药材皆不是寻常之物 而炼制这所谓的火铺丹 居然需要这般多的药材 倒不愧是七品高级的丹药 随着药材的召唤而出 银色火焰便是浮下出 九条火龙不断地在其中游荡 释放出一股惊人的龙威 幻大师将这煤丹药服下 它能让九龙雷刚火 对你多一些亲和 这样也能在其中 延长坚持的时间 唐震将一枚银色药丸 抛向幻大师 旋即看了萧炎一眼 笑道 严肖小友 你应该不需要这东西吧 萧炎轻点了点头 他的灵魂 有着琉璃莲星火保护 这九龙雷刚火 虽然也是一火 但却也奈何不了他 见状 唐震也是一笑 屈指一弹 银色火焰便是闪掠而出 旋即迅速钻进那山戎顶之内 扑的一声 便是化为熊熊烈火 而其中的九条小火龙 也是瞬间暴涨 然后在药顶之内不断游荡 龙口张河间 喷吐出一道道银色火焰 既然大家都准备好了 那么 开始吧 望着药顶之内 汹涌而起的银色火焰 唐震脸庞上的笑容 也是逐渐收敛 四眼光芒 双手虚抓 那些悬浮在天空上的药材 顿时接连掠下 然后源源不断地投入药顶之内 这些药材刚刚进入药顶 那九条火龙 便是带着低沉的龙银声扑来 旋即一口便是将之吞噬而尽 旋即整个身体 火芒陡然变得浓郁起来 在唐震开始提炼药材间 萧炎宇患大师 也是急忙收敛新神 灵魂力量自眉心处涌出 然后在各自火焰的保护下 迅速钻进药顶之内 灵魂力量刚刚进入药顶 两人便是感觉到 顶内那恐怖的温度 萧炎倒还好 那幻大师却是略微有些变色 这里面的九龙雷刚火 可远比刚才测试时候强 不过索性 唐震预先给了他一枚丹药 不然的话 他也是难以支撑太长的时间 两位 第一部分的药材 快要提炼完毕 融合的事 就交给你们了 两人灵魂力量 进入药顶后不久 唐震的声音 便是突然在耳边响起 闻言 萧炎与幻大师 皆是心头一紧 脑海中不断地翻看着 那一部分的药方 准备动手 约莫二十分钟左右 药顶内的九条火龙 突然身体一震 锯嘴一张 一团团地带着 极其浓郁药箱的物体 不断地从其中喷吐而出 这些物体 皆是那些药材 所剩下的精华药力 一些成粉状 也有一些成液体 或者固体之状 此刻的它们 皆是悬浮在药顶之内 动手 这些被提炼了 所有杂志的精纯药力 刚刚出现 唐震的沉声 便是紧随而至 听到唐震的话 萧炎与幻大师 也是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灵魂力量横扫而出 凭借着各自对药材的认知 将一些属于药方之上的药液 尽数收拢而来 然后用灵魂力量 将之包裹而尽 彼此的火焰抱涌而出 然后按照药方之上所说 开始徐徐地将这些 提炼而出的药力 缓慢融合 药顶之内漂浮的药材 在萧炎与幻大师 两人灵魂力量的横扫下 刚好是被清扫而空 两人都是炼丹老手 经验极其的丰富 虽说是第一次联手 但却并未因此 而出现什么纰漏 望着分工明确 并未出差错的二人 唐震也是抽空轻松了一口气 旋即心神一动 又是将一批药材 吸入药顶之内 然后再度进行炼化 在十台不远处的平台上 一干炼药大师 望着已经齐上 已经开始的炼丹 也是连忙将注意力投射了过去 而当他们在见到萧炎 居然能够轻易 跟上唐震 以及焕大师的节奏时 脸色皆是有些不太自然 特别是那名墨大师 脸色最为难看 他先前还在说 萧炎能够通过测试 不过只是靠着一伙之力 然而现在的这一幕 却是犹如一巴掌 狠狠打在其脸上一般 因为他心中清楚 即便是他亲自上去 也是绝不可能跟得上唐震 以及一名七品炼药师的炼制节奏 广场边缘 唐火美目眨也不眨地 盯着石台之上 特别是在见到萧炎 并没有表现的慌乱之后 方才松了一口气 旋即展颜一笑 低声喃喃道 看来爹爹的眼光还是挺准的 这个家伙 不是个光辉狮子开口的大草包 不过就是不知道 他能否真的助爹爹 将这次的炼丹成功完成 第1050章 融合 七品丹药的炼制 是一件极为繁琐的事 而这所谓的火铺丹 更是七品高级 炼制起来 更是极为棘手 石台之上 银色火焰在药顶之内 熊熊燃烧 低沉的龙音声 不断地从其中传出 炽热的高温 直接施令的石台周遭的空间 都是变得略微有些扭曲起来 众多药材盘旋在石台上空 偶尔便是 会在唐震的挥手间 投入药顶之内 然后被其中的九条火龙 吞进体内 不过不得不说 这九龙雷钢火 能够将这些药材完美提炼 当然 硝烟也清楚 这九条火龙 最终还是在唐震的控制中 只不过 后者对于火候的把握 以及火焰的操控程度 达到了一个相当至高的水平 心神一分为九 却是依旧能够不出丝毫差错 可以想象 若是唐震真的有着 能够成为炼药师的条件的话 想必他在炼丹术上的造诣 必然不会低 而对于唐震 硝烟一直都是有些看不透 凭借过人的敏锐感觉 他能隐隐间感受到前者的可怕 但从气息来看的却 却是难以看出丝毫端倪 用身不可测来形容此人 恐怕是再合适不过 并且 这唐震虽说乃是一方巨拨 而且实力也极端恐怖 但对人对视 却是相当客气 丝毫没有身为斗尊强者那般的傲气 不知道是说 其性子本就和善好 还是他隐藏得太深 但不管怎样 硝烟对其 也是保持着相当之大的忌惮 能够成为焚炎谷这等势力的首脑 岂会是什么寻常之辈 对于这种分工炼制丹药 硝烟是第一次尝试 但却并未出什么纰漏 他的炼丹经验 不会比在场的任何人弱 而且他的任务 只是单纯的融合精纯药力 以他如今的灵魂力量 做起来并不算极其的困难 而至于火顶之内 那熊熊的九龙雷刚火 有着琉璃连星火保护的他 倒是没感到什么威胁力 时台之上 一片安静 唯有着火焰熊熊燃烧时 所发出的声音 硝烟与幻大师二人 皆是紧闭双眼 凝聚心神地操控着 那在药顶之内的灵魂力量 药顶之中 在那四处席卷的银色火焰中 一圈碧绿光芒若隐若现 在这圈碧绿光芒内 便是硝烟灵魂力量的居所 此刻的这里 众多被提炼成功的各种药材 皆是在其那精妙的掌控下 以一个缓慢的速度 逐渐地融合在一起 扑 寂静的碧绿光圈内 一股浓郁的药香 不断地从中渗透而出 光是第一步的融合 便是花费了将近三个小时 这七品丹药 炼制起来果然异常繁琐 将那众多精出药材 融合成这一滴斑斓的粘稠液体后 硝烟也是轻松了一口气 旋即又是紧绷起心神 他知道 这还只是刚开始而已 炼制七品丹药 可不是他想象中那般容易的事 而在感受到这七品丹药的炼制困难之后 硝烟又是不由得有些庆幸 当初他在内愿为采灵炼制丹药时 若非是侥幸地进入了那一旋翼状态 恐怕也是绝对不可能 以那时候的水平 便是将丹药成功炼制而出 现在想来 这之中果然还是运气成分居多 不过如今以我的能力 若是在炼制的话 必然成功率将会大增许多 而也不必再将希望寄托于 那渺茫的状态之中 想到此处 硝烟心头 也只涌现一抹满足之感 能够进步 那便是最好的事 严肖小友果然令人惊讶 居然这么快 便是完成了初步融合 唐震的声音 突然在硝烟耳边响起 显然 对于硝烟这般快的效率 他也是极感诧异 要知道 连那位丹塔的客亲长老换大师 此刻都还未将那融合彻底完成 对于唐震的惊讶 硝烟也是一笑 然后传音道 唐谷主 第二部分的药材 可提炼完毕了 呵呵 早便等着呢 唐震笑了笑 心神一动 药顶之内的九条火龙 便是猛的张口 众多被提炼完毕的药材 再度被喷吐而出 其中一部分分华而开 掠进硝烟灵魂力量 所在的碧绿光圈中 火蒲丹的炼制 分为八部分 如今上还只是第二部分 不过有着两位相助 想必此次成功率很大 八部分 听得此话 硝烟不由地暗中扎舌 不愧是七品高级丹药 心中略微感叹了一番后 硝烟也是迅速再度凝聚心神 然后开始融合这第二部分的精纯药力 在硝烟开始融合第二部分后不久 那幻大师紧闭的双眸方 才缓缓睁开 目光瞥了一眼硝烟所在的方位 心动颇为震动 硝烟的表现 实在是出乎他的意料 这个名为延宵的青年 恐怕也是一名七品炼药师 哎 这等炼丹天赋 实在是精彩绝艳 心中一声轻叹 幻大师灵魂力量 扫过药顶内 也是将那第二批 被提炼完毕的药材吸纳而来 然后再度融合 这火铺丹的炼制繁琐程度 有些超过硝烟与幻大师的预料 按照这般看来 此次的炼丹 绝对是一个时间活 没有个将近十天时间 恐怕绝难将丹药成功炼制而出 连续十天不眠不休的炼丹 这般消耗 也是极端之大 特别是在消耗灵魂力量融合药材时 还得分神 抵御那九龙雷刚火的高温侵蚀 这一点 硝烟倒是略好一些 可那幻大师 在药材融合持续到第五轮时 不然的话 恐怕也很难继续坚持下去 而伴随着那些漂浮在十台半空的 众多药材逐渐减少 时间也是迅速划过 算算时间 这次的炼丹 至今也是有了将近七天时间 这七日之内 十台之上的三人身体 几乎未曾有过丝毫的动静 唯一有所动静的 便是那从药顶之内渗透而出的药香 越来越浓郁 在十台不远处的平台上 一众炼药大师 望着那坚持了将近七天时间的消炎 脸庞上的凝重之色 也是越来越浓 在消炎这几日的表现中 已经再没有一个人敢出炎嘲讽 因为他们都知道 换作他们 根本就坚持不下来 这炎肖 如果我所料不差的话 他应该也是一名七品炼药师 平台上 突然有着一名炼药大师叹息一声 开口道 听得这话 众人皆是一致 玄机一声苦笑 这事情 对于他们来说 可着实有些令人难以接受 他们苦修这么多年 方才有这等成就 然而如今一个看上去 不过二十左右的青年 居然便是直接超越了他们 那莫大师 也是目光正正地望着石台上 脸庞有着一抹颓败之色 一时间看上去 就犹如衰老几分般 广场边缘 堂伙挺挺玉立 修长的身姿显得格外动人 他的目光同样 一直是停顿在石台之上 玉手微微紧握 如今炼丹已经进入了中段 可千万不能出什么事啊 时间 在众人的期盼中迅速流逝 转眼间 又是一日时间过去 而那炼丹的八部分 也是走到了最后的一步 此刻的石台天空上 所有悬浮的药材 也是尽数被投入了药顶之中 雄魂的火属性能量满意在四周 令得天空 都是出现了许些扭曲的感觉 药顶之中 银色火焰 也是变得猛烈了许多 龙银之声 不断地从其中传出 然后浩荡而起 传遍整座庞大山谷 硝烟三人的脸庞 也是在此刻异常凝重 若是连这一关都是过不了的话 那么这次的炼丹 便是得彻底失败了 两位 药材提炼 老夫已经完成 接下来的融合 便是得看你们了 唐震目光转向硝烟与焰大师 面色郑重地抱拳沉声道 接下来 已经没有了他什么事 此次炼丹能否成功 便得看硝烟与焰大师了 闻言 硝烟与焰大师 皆是咬牙点了点头 玄机迅速凝聚心神 药顶之内 碧绿光圈中 八个细小的光团悬浮而立 浓郁的药香 不断地从中弥漫出 这便是融合了将近百种药材 而出现的药液 而硝烟现在的任务 便是必须将这八团 经过将近九天时间 彻底地融合在一起 而若是他融合失败的话 那么此次的炼丹 自然也会以失败而告终 到时候 天火三悬变 怕也是别想了 想到此处 硝烟手掌猛然紧握 这一次 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